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个时候我会稍微调整一下 站位的时候稍微往后一点右脚 这样感觉就会稍微的好一点 所以首先就是站位第一个方面 就是打不同的角度球的时候 可能这个站位需要通过一些微调 来找到一个最舒服的位置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是 你是在打相同的球 相同的角度 但是这种感觉也是时好时坏 这就说明你的站位 可能不扎实 就是比如说咱们拿直球为例 有可能你今天站的位置 是比较顺的位置 可能到第二天第三天 有可能你的右脚站的位置 可能就变化 不是在同一个位置 那你肯定是会感觉不一样 所以大家在比如说 先拿这个直球来练习的时候 就可以先找到一个 自己感觉站的一个最舒服的位置 比如感觉站的位置最舒服 啪之后感觉最顺 在这个时候会做一个标记 在地下做一个标记 然后每次就是刻意的 将你的右脚就站在相同的位置 然后打这种直球 把它量化 练到一个特别熟练的程度 这个时候慢慢慢慢的 你就找到你一个自己 站位一个最舒服的位置 这样的话 就会感觉越来越好